今次选择在东京旅行 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老公想磨剪刀 他是一位发型师 他光顺这间光剪已经很多年了 平时都在香港磨剪刀 今次他有机会来到东京 他就亲自带他的剪刀 来到表参道的专门店 放下给师傅 接着他就可以去行街吃饭 过几个小时后 同一日就可以拿回他的剪刀 我先喝个汤 我心情谱 谢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累啊 今早很早起床陪老公去磨刀剪 精神在這 好人睡 剛才去找東西吃的時候 就去了新宿 不過那間店就沒有開 就唯有在 真的行得很遠 山巡水園 特意去了新宿 轉了很多車 然後沒有開 就在那裏附近吃了拉麵 不過它行得很苦 好眼睡 那現在想喝杯咖啡 醒一下神仙 不行 好眼睡 因為剛才回到那裏附近 錯過了的站 之後 你回到那裏附近 那裏附近的路線 那裏附近的路線 會亂 有時會叫你出閘 然後再進來 其實只不過是去對面 那裏 坐回頭車 不過是超麻煩 我轉了很多車 都轉不適 其實日本的地鐵 要好留心 不可以一刻分心 因為 救命 之前在HK01那裏 看到有介紹一些甜品 我又想喝咖啡 然後又想嘗試有沒有一些有趣的甜品 就找到這一家 叫做Snowy Village 香港01超推介的 Oreo Churros 他說吃完之後 你是找不到 比這個更好吃的Oreo Churros 軟了 不甜 出來 又很香 這個巧克力味 是好吃的 我們要看看哪裏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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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來東京 我就約了一個在Facebook之前我的朋友 他是日本人來的 叫做小蟲 他問我喜歡吃什麼 我問海膽飯 海膽飯 你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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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講國語 會 很客氣 很厲害 我說那個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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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語國家的人來講的話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不是 是 是 這很不喜 一定要先生來的嚴重 就開始 蛤 不是 日本的情況 自己倒酒就不行 不行 不好意思 不行不行不行 不好意思 應該是那個不喜歡的 哦 沒有人倒酒 就有香港人做的一樣 哦 這個也做的嗎 哦原來是這樣的 好多夜了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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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日本的乾杯 不需要全部乾杯 嗯 中國人 有這隻大的乾杯 就是口寬的乾杯 啊 對 這裡不需要 這裡慢慢 鴿龍蝦 是天魚啊 現在這裡呢 是日本呢 比較人氣風的魚 叫做日本的花龍 對 比較白色一點的 剛才我放了芥末和醬油 然後在上面呢 白粉 然後就吃這個就夠了 日本人介紹我 是好吃的 啊 好辣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芥末 芥末 哈哈 好感動 什麼變面間都沒有 哈哈 哈哈哈哈 現在就吃牛了 這個牛呢 你看 好新鮮啊 好新鮮啊 紅色 生牛 很生很生 因為要吃生的人呢 就會喜歡吃這個 生牛肉 然後有一件東西呢 他說是可以吃的 我猜很多朋友是不知道是可以吃的 我是其中一個 OK 就是這一塊 放在sashimi的葉 哇 味道是爆炸的 整個口呢 是 芬芳 芬芳 我們為什麼不吃呢 香港 有一些是假的 假的 用那個四字叫的 對 哈哈哈哈 放進去 真的很尷尬 哈哈 吃了一個鑑 哈哈 哈哈哈哈 今晚的重點 主角 就是 海膽 海膽 吞口水 很甜蜜 好甜蜜 而且很有海水味 這個海膽 很好吃 真的 好吃 真的好吃 好吃 這碗 很划算 2千元 最少是140元 一碗 不過它是小碗 不過我覺得已經很足夠 話說 有一次我和我老爸 就來東京來旅行 我就說 好想吃海膽 然後他問我 什麼是海膽 我就開個Google的照片給大家看 看完之後 就看到 黑色的 有很多次的 他說 那些印尼工人 經常吃的 因為我住那個島 辣味道 比較多海產 那些印尼工人 自己會促一些海膽 你吃的 我說 這麼棒的東西 為什麼 我沒有吃過 他說 不可以吃 有毒的 而且不是很好吃的 我真的沒有吃過 不過日本人 我真的很好吃 我叫他吃 他說 不要 他說 他不吃海膽 很難吃 那 當然 那今天我就和我日本的朋友 就研究 為什麼日本的海膽 會很明顯 那馬來西亞的海膽呢 其實是水質的問題 如果水質的氣溫 是偏低的話 那些海鮮 他們的脂肪比例 比較多些 所以你一入口的時候 就有脂肪了 那些脂肪 有Omega 3 有健康 又好吃 所以今天 終於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這個大發現 糟了 不知道怎麼繞 不要再繼續吃東西 如果你喜歡我的vlog的話 記得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想看我拍什麼主題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下一集 我會帶大家去看櫻花的 還有櫻花附近 會有一間很好吃的柚子拉麵 然後晚上會吃放蹄蟹 記得記得stay tune to我的vlog 下一集見 bye